你听过能源贫穷户吗? 当水费、电费、瓦斯费等基本生活能源费用 超过一个家庭总收入10% 即可定义为能源贫穷户 在台湾,有许多经济弱势家庭 同时也是能源贫穷户 家里不敢开灯 甚至灯具坏了 父母没有经济能力更换 而老旧耗能的电器 也让这些家庭每期账单居高不下 在担心断水、断电的压力下 只好先缴清能源账单 牺牲的不仅是孩子的教育金及残费 更是整个家庭的未来 我们要如何帮助他们? 其实很简单 现在只要申请电子或行动账单 除了节能减碳 还可以台新及全台首家B型企业东密绿染能源 帮助能源贫穷户 更换节能的LED灯 省区电费 为他们的生活点亮新希望 马上扫QR Code 或点此连接申办